第1701章 广寒宫与青丘之国 多龙老祖心急火燎地想要赶到藏宝之处 而这点小插曲就三界来说呀 不过是毛毛鱼 一只蝴蝶山洞翅膀 可在百万里外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暴 雷轩这次无意识地寻宝 不极氛围之广远超他的奖项 广寒界同样是灵界的数百个小界面之一 然而却远非东海这样的垃圾界面可比 不论面积还是修士的实力或者资源灵脉的优异 都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世界一广寒命名是因为三大散仙中的广寒子就统一着这里 散仙虽然还无法与真正的天仙相比 但毕竟是步入了仙人的等级 寿源对他们的彻柔已是微乎其微的 没度过一次天节 增长的寿源都是以百万年纪 这样算下来呀 与长生不老也就是一线之隔而已 广寒子甚至是参与过山谷与阴丝界大战 幸存下来的散仙之一 此时他正在讲课 正确的说是在指导爱女休息 广寒子以前是苦修者 从来不尽女色 成为散仙后采取了一大堆老婆 然而修士的实力越高 生育力却偏偏的越弱 不知道努力了多少年 才终于有一个女儿呱呱落地了 广寒子自然是疼惜得不得了 然而慈母多败儿 这附近的情况也是一样 心悦那丫头姿势不错 又有大量的丹药敞开供认 可即便如此 花了万年时间也才进阶到冬玄机 修炼呢 慢一点没有关系 有自己照看着 女儿还能有什么差错呢 就算是缘起之节 也不值一提的 然而那丫头却被宠坏了 胆大包天 居然跑到了夏季来 说是寻找新人的宝物 其实根本就是调皮 玩耍而来的 如今天地法则改变 想要破碎虚空困难到极点 自己也是费了不少周折 才终于将两名雷和七的手下派下去 将他给寻了回来 想想这些日子的担心 广汉子气不大一处来 这一回 再也不能将那丫头宠着惯着 那样是害他了 为他好好地教训一般 让他修身养性 将调皮捣蛋的心思 放到修炼上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 广汉子作为一介之主 有多少事情要做呀 可为了爱女 却与他耗在这里 而新月公主却不领情 从夏季回来 小丫头根本就无心地修炼 如果不是父王看得严呢 恐怕他早已溜出宫殿了 看见爱女心不在焉 广汉子大怒 泥人也有三分火气 这死丫头 未免太不争气了 正于发火 敲门声却传入耳朵 广汉子眉头一皱 心情越发地烦躁 自己不是说过吗 脚心越攻克的时候 谁都不能打扰 底下人是不是吃饱了撑呢 居然是自己的禁令为无误 不过怒给怒 他还是决定先看看情况再说 进来 脚步声传入耳朵 走进来的是一名 虚发洁白 却面与着婴儿的老者 黄龙 出什么事了 看清楚来人的面容 广汉子的脸上不由得 溜达出吃惊之色 这黄龙真人的实力 虽然不及自己 但也是此计有名的大能之一 听说他正在闭关修行 等闲不见客 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情 广汉兄 黄龙真人抱拳行李里 脸上满是黄金 你可知道 设在天局之顶的 阵服令 刚刚有了反应 什么 广汉子眼睛外凸 也不由得 害人失所 你确定 没有弄错吗 不是虚惊一场 这种事 老夫若是没有十足把握 又 怎么可能 极和好地 来打扰广汉兄 黄龙真人的脸上 满是苦涩的笑容 是天局 心子的 飞锦传书 如今 他正心子在 镇服 领前面 守着呢 等我们几个老家伙 导游 要去看一看吗 这还用说 心腹七真出事 那是何等的大事 天局心子的来书 可曾明示 能否确定是 哪一件 七真出事吗 十张十的把握 不该说 不过 如何 有七成可能是 五龙喜 什么 广汉子的脸上 一下子变得 没有分好血色 而这件事情 所惊动的 当然不会 只有一个广汉公 其他的势力 或多或少 也都感应到一些 一时之间 那三界之中 风起云涌 只不过这些 都在暗处 青秋之国 同样是 灵界中 赫赫有名的 小界面之一 丝毫不比广汉公 逊色 三大妖王中的 九尾天狐 就居住于此 作为灵界 三妖王之一 其实力 足以与散仙相比 而且 有着魅惑众生的能力 其美貌于 当年的阿修罗王 并称绝代双交 可惜 百万年来 曾经见过 九尾天狐 面容的 屈指可数 其擅长 幻化之术 而且是妙异极 甚至连 真灵 凤凤凰的眼睛 也可以瞒过去 就算真见到 九尾天狐 谁又知道 此刻他所施展出来的 究竟是不是 本来面目呢 真一假来 假一真 这是对 天狐王最好的描述 竹林 竹林背后 一个苗条的身影 被遮挡住了面目 连身形 也不怎么看得清楚 然而光是 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呀 依旧有 倾国倾城的魔力 九尾天狐 在竹林之前 跪着一个美貌侍女 同样是美得令人羡慕 这问湖宫中 别是打着灯笼 也是找不到一个丑人的 王 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五龙喜出事 你将这个消息 送给玉兔仙子 是 那是女一呆 临塞极变 但却不敢多问什么 恭敬地行了一礼 然后推了下去 唉 五龙祭出 血流沉河 这三界 又要乱了吗 悠悠地叹息 传入耳朵 九尾天狐 仿佛又看见了 数百万年前 与阴丝界大战的一幕 浮石遍地 血流飘出 这回三界之中 又将有多少 生灵涂炭呢 广汉子与九尾天狐 既然能够收到消息 另外几位 散心与妖王 虽然也不会是 吃干饭的 不过他们的反应 暂且不提 在灵界的 另一个小界面里 这儿虽然无法 与广汉宫 还有青秋之国相比 但与东海 也不可同日而鱼 同样是 灵界资源 最为富饶的界面之一 某 洞天福地里 亭台楼阁 成楼玉宇 成片而立 死竹声 不停地 传入耳朵 仙界 没有去过 但想来 也不过如此了 第1702章 奈龙真人 与冰魄仙子 这座仙山的主人 乃至此小界面的 顶级存在 奈龙真人 修仙界 谁不曾听说 其杜杰奇的修为 暂且不提 灵界第一 花花公子的美名 可是 微震欢宇 此时 奈龙真人 正在 大艳宾客 数量 大一波算多 只有七八人罢了 正一边大吃大喝 一边观看 美貌是女跳舞 这些人的修为 也都非同小可 甚至都是 分神中期以上的存在了 帮演在哪里 都是一方霸主 在稍微弱小些的 界面里 以一人之力横扫 也是分毫 问题也没有的 不过 也并非每个人 都是如此 在最靠近 奈龙真人的位置 却坐着一名 动玄器的修饰 而且 仅仅是初期 三绿长须 看上去 不过四十余岁年纪 人长得 方正已急 如果林轩在这里 肯定会大惊失色 昔日的人界 第一高手 望庭楼 已经迈入动玄机 距离他 飞升 零件 不过是四百余载而已 天才 当如是 这其中 固然有 奈龙真人的照拂 不过 望庭楼本身的 努力 与资质 也是密不可分的 所谓后继薄发 就是如此呀 然而 他在这些 分神器 老怪物的眼里 依旧不知一提 动动手 就可以碾死的蚂蚁 当然 这种事情 也就想想而已 谁不知道 望庭楼 是奈龙真人的兄弟 两人可是 正儿八经 结拜的 奈龙真人 是花花公子不假 但那实力 也不含糊呀 而且非常货短 得罪了 庭楼 就是与他过不去 这回吃饱了 撑得 干出那种傻事 庭楼 你高兴一些 一个宴会是 庆贺你 晋级到 动轩期 四百年 可算非常了不起 板着脸 像什么样子呀 奈龙真人 戏虐的声音 传入耳朵 邦庭楼 尽急如此迅速 他已是 打心底高兴的 奈龙 我们在这里 花天酒地 若是 千千心子得知 庭楼 有点担心地说 功夫不负 有心人 奈龙 经过四百年的 努力 虽然没能 俘获美女芳心 但千千心子 也终于开始 对他 加以词色 这是一个 好的开始 跟着他 庭楼 也见过 千千心子 子女 最讨厌的 就是男人 花天酒地 奈龙在这里 大摆 沿袭 就不怕 千千得知 敏前的努力 都前功尽弃啊 哦 兄弟的顾虑 我晓得 而且本人 做事 岂会没有把握呢 说到这里 奈龙脸上 带着神秘之色 一只手 掩在唇边 对汪廷楼 施展 唇音之术 你放心好了 千千的侍女 早已中了 本公子的 美人计 如今对我是 言听计从 千千那边的 一举一动 我都尽在掌握 如今他正在 闭关修炼 我在 花天酒地 他要哪里 晓得 看着奈龙真人 一脸 挤眉弄眼的 得意之色 帮丁楼 有些无语了 若不是亲眼见过呀 谁又能想到 这家伙 居然是 杜劫期的修仙者 不过 奈龙就这个脾气 他既然自己有把握 那自己劝也没有用的 在座的都只 分神奇的修仙者 帮丁楼 也不好过于冷淡了 只好强大精神 与大家一起 饮宴喝酒 突然 一缕光霞 进入视线中 奈龙眼中的 蹊跷之色 撒人不见了 精明的光芒闪过 袖泡一服 那光诡异地 失去了踪迹 最后出现在手心里 飞进传书 奈龙将实时注入 很快 他的脸上的表情 就变得极为经典 惊讶 茫然 兴奋 然而 还有几分猥琐的光芒在里头 奈龙见辈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了 众人面面相聚 过了片刻 才有一名 坐在左手边 如生打扮地修饰开口 可否 给我等说说 啊 自然可以 是一位老友 发过来的消息 还没有核实 如果是真的 这三界恐怕 马上就要大乱了 奈龙真人 扎了扎嘴角 兴奋地说道 哦 三界大乱 如生却吓了一跳 倒有谁说 我们灵界与阴丝界 还有魔界的战争 又会重新开启吗 其他人听了呀 也不由地露出 关注之意 这件事与他们 每个人的利益 可都是息息相关的 三界征战开启 这倒不好说 但肯定会与其他两界 发生一些交流冲突 奈龙真人两眼放光地说 前辈 说我直言 您这么一脸高兴的样子 三界冲突 血流飘瘦 可不知道会有多少羞耻落 因为世家打扮的公子 好奇地说 那又如何 就算三界伸的打了一套糊涂 老夫也有自拔的本事 而且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极 良极 不错 老夫虽有破碎虚空的本事 但平时想要潜入魔界 或者阴丝界 也是困难已及 一不小心 就会两界的高阶存在追杀的 而现在不同了 那消息若是真的 潜入两界就会十分容易 灵界的美貌女修老夫见多了 听说高阶的古魔与阴丝鬼女 也有不少长得非常漂亮的 甚至有倾国倾城之姿 泡几个来当机械师女 听楼一口酒喷出 下面的分神机修士 也为之绝倒 三界大战 人人朝不保夕 这位奈隆真人可得好 却惦记着魔族与阴魂中的美女 包括是灵界的花花公子 五龙喜出世 影响还远远不止于此 魔界 作为与灵界平起的上位界面之一 魔界广阔一击 与灵界是由数百个小界面 组成的不同 魔界乃是一块完整的 即面积轮廓 只能用广袤无银来形容 兵界在哪里根本就不可测 根据当年魔族大统领 曾想要晓得 从他的宫殿骑驶 认准一个方向飞去 花了一百年的时间 都没有看见兵界 最终只能放弃 要知道那位大统领的实力 即使与真心相比 差距也仅有一线而已 顿述如何 凭想象就清楚 可飞了一百年 还是找不到魔界尽头的 在世人的眼里 魔界乃是非常可怕的所在 环境阴森无比 仿佛每走一步 都会蹦出痴人的怪物 这种说法不能说全错 但与事实相比呢 肯定也相去甚远 魔界面积如此辽阔 可怕的地方固然很多 但也不乏 山清水秀之所 甚至有的地方呢 都有如仙境一般 丝毫不比灵界逊色 这是一大雪纷飞的冰原 然而魔界却充盈已急 在冰原的尽头 有一片水晶宫般的穷楼玉宇 居住在这里的古魔数量众多 而且无疑不是高位的 因为这是冰破魔祖的居所 古魔之中最强大的存在 被称之为魔祖 而魔祖同样分等级的 九位真魔始祖乃是强者中的强者 其实力即便与散仙相比 也是不成多让 而冰破魔祖呢 在真魔始祖中 也可以排进秦三之列了 其实力如何 也就可进一般了 然而就这么一个可怕的古魔 看上去就一位人类的妙龄女子 别无二致 此时她正在一花园里 与外界的花草不同 这里所有的植物 全都像是寒冰柱成般的 玲珑剔透 看上去有些怪异 却又美丽一击 一位银发女子 正在试弄花木 得吃着双足 踩在地上 却分毫不觉得冷的样子 虽是倾国倾城之姿 可身上却没有分好法力 看上去就像一普通的凡人女子 可旁边那些恶行恶状的古魔 无不大气也不敢出 偶尔悄悄描向此女的目光 无不充满了崇敬与仰慕 就在这时 一个侍女打扮的少女走了进来 扶了一幅闷领恭敬之色 并魔祖 天元大人来访了 哦 她的伤已经好了 让她来这里见我 银发少女淡淡地说 是 那女子行礼礼 忙恭敬地推了下去 照进日后 一位二十七八岁的 如袍修士走进了花园里 容貌还是蛮英俊的 然而这仅仅是表现而已 如果临身在这里 肯定会大惊失色 因为形态虽然变了 但这男子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与在他在蓬莱山灭掉的那股魔分魂 别无二致 当然 两者的实力不可同志而语 谈进兵魄大人 男子半跪行礼 天元 你也是魔祖 何苦如此多礼 银发少女淡淡的声音传入耳朵 却好听一击 天元古魔的目光中 闪过了一丝狂热之意 但很快 就等这份感情深埋在心底 大人说笑了 您乃是真魔十足 地位 乃是我们这普通的魔祖 可以逼你的 何况大人对天元 有再造之恩 若不是您出手相助 帮我炼化了体内的 那捣乱的神魂 天元如今的实力 恐怕连一个魔将都不及 魔祖之称 不过是笑话而已 而有大人相助 在下不仅解决了 往日的隐患 实力反而比以前更胜一筹 大恩大德 天元便是做牛做马 也难以报道 愿投入大人麾下 任凭曲策 小全马之龙 这番话斩钉截铁 兵魄自然听得出 他情真意切 郑宇说话突然神色一动 牵肘为阳 这么轻轻的一扯呀 不可思议的一幕 发生了 他竟然将虚空撕破 破碎虚空对此女来说 竟仿佛跟吃饭睡觉一般的 毫无困难 最后他身形一动 便进入到那虚空之中 并且仓处 天元古魔也不由得大为错愕 雷迟疑到底没有跟上去 而是眼中一芒闪动的 等在原地了 第1703章 陌生海域 而此时 银发少女已经出现在 一须空间里 里面别无他物 只有一个五色光阵 玄妙一集 而在光阵的上空呢 巡抚着几个斗大的金字 五龙席 这宝物居然已经出世 一只毫无表情 如冰山般冷漠的少女 瞪大了眼珠 脸上满是吃惊之色 烧情之后 面容却又阴唇下去了 玉双辉舞 几道玄妙一集的法爵打出 伴侧着古朴的肉语 从他身上撒然冒出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魔技 惊人一集 这整个虚空间呢 都颤抖起来 仿佛要坍塌一般 然而 冰破魔祖仅仅是 身手一按 一切就要重新安静下来 所有的魔器 全都如长精取水一般 拜托用秘术 灌注于身前的法人里 仿佛山风吹过 随后更有鬼谷狼嚎的声音传入耳朵 那阵法一脸呢 随后油黑的魔光 撒人勃发出来 灵界 有两个陡大的黑字映入眼帘 最后 任凭他如何施法 再也找不到任何详细的信息 难道五龙喜 被什么所遮蔽 也好 本魔祖不知道 那灵界的几个老怪物 想必也是如此 同样是一头雾水的 只要五龙喜 没有落入他们的掌握 对我们魔界 就已然是大幸了 冰破魔祖自言自语 只是姿势体大 倒也不能不管 然而灵界有数百个小界面 想要找到 岂不是如大海捞针一般 哼 现在入侵灵界的时机 尚不成熟 不过五龙喜一出 必将血流飘出 想必 阴四界的那几个老家伙 此刻也坐不住了 冰破魔祖的预料 没有分毫错误 在五龙喜出世后 阴四五王也第一时间 就有了线索 阿修罗王已然陨落 不过百万年来 阴四界却一直有传说 王并没有魂飞魄散 总有一天会重新降临于此界的 故而 阿修罗祖并没有新的王 只是有一位代族长 就在当天 这位族长与五王密会了一次 最后 灵界发现了大量的伪装成 人妖两足的阴四界探子 其目的不清楚 每个人都被下了防止搜魂的秘书 一旦被捉 脑海中关于此次任务的消息 就会被自动毁去 灵界各界面都如临大敌 知道五龙喜出世 毕竟只是极少数大能存在而已 阴四界如此举动 挑衅的意味是非常浓 难道他们有打算 发动了两界大战吗 一时间那风声鹤唳 大家都不知道 阴四界的真正目的 何况 天有知道阴四界派来的探子 究竟有多少成了漏网之鱼呢 风波尚未平息 不过这一切似乎与林轩 都没有多大的瓜葛与关系 五龙喜的威力固然令他惊奇 不过是有轻重唤疾 五龙喜的问题以后再提 违今之计呢 是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故而林轩毫不迟疑 将神石放出 确定独龙老祖的化身 已经陨落 就是请一闪来到小岛的上面 这次寻宝还真是一搏三折呀 想想过程经历 林轩都冷汗淋漓 哪里敢耽搁 目光在身下的小岛上扫过 满目疮痍 虽然两人战斗的时候 有意无意 都尽量避开这里 但多少还是受到了一些殃疾 神石扫过 林轩很快就确定了 刚刚洞府的位置 虽然以为一位平地 但宝物应该还是完毫无损的 脑海中间他转过 林轩袖袍一服 一道五色光霞飞绿而出 在碎石堆上一卷 七八个战鼓鼓的橱袋 就出现在面前了 这时候也来不及查看 林轩将他们放回腰间 然后袖袍一服 只见清光闪烁 一个小巧的灵州飞绿而出 此时此刻自己被对方贯穿了 右胸小腹 受的伤害是颇重的 林轩当然打算用灵州赶路 坐在上面也略微的调息一番 脑海中念头转过 只见他身上轻芒一闪 随后就出现在了灵州的中间 林轩伸直一点 嗡鸣声传入耳朵 此灵州被一团轻芒包裹 朝着远方击射过去了 很快就消失在天际 一个月后 某不知名的海域 妖琴的郭枣声传入耳朵 里面还夹杂着修士的惨叫 与赤鹤 此时正值上午 浓雾在阳光的照射下早已散去 海面上波光临循 却不时有鲜血滴落 这一小片海域已经被染成红色 就在海面上空 一场激烈的波杀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先进纵横 灵光飞舞 如果按实力来说 高级修心者 或许根本就不用用睁眼瞧的 然而其惨烈程度 却令人为之惊心出目 低阶修士 有低阶修士的苦楚 就算在资源丰富的灵界之中 也永远是低阶修士 占了大多数 越是高手 比例越是单薄 他们还算好了 至少有一个门牌可以依托 不过也只是 未入流的那种 直进天宫啊 十余名修士正拼命地祭出 各种法宝福禄 与一种体肠仗虚 脑袋上生着独角的怪鸟 敖战争 这是一名修士 男女各占了一半的样子 领头的是一名 四十余岁的中年人 大约有驻奇出气的修为 至于其他的男男女女 都不过是灵动起弟子 而那些怪鸟 其形貌凶恶 其实神通也不知一提 不过是一阶下品的妖琴而已 丹大独斗 完全不是这些修士的对手 可数量众多 足有两三百只的样子 如此一来 形势对人类自然很不利 这样打下去 他们十有八九会全灭的结局 那中年人的表情阴霾无比 最后一声 喊叫猛然传入耳朵 却是一名男弟子陨落 被妖琴将脖子扭断了 然而他的尸体 根本没有坠落下去 而是被十几只 胸襟一拥而上给分食 漫天雪雨 看他众弟子是 短暂心惊已急 那中年修饰他的口气 反复这一幕 终于让他下定决心 眼中闪过一丝 绝死的表情 叶儿 三叔 您有什么吩咐 再不想个主意 我们可能就要全部遗留在这儿了 说话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 一头绣发如瀑布般的乌黑灰洒 刮则脸 小摇鼻 尤其是那对眼睛 分外的惹人注意 骨盘之间呢 仿佛会说话一般 第1704章 上官姐妹 好一位可爱讨喜的小美女啊 偏偏又显得英姿飒爽已急 此女士灵动期大圆满的修士 距离住击仅有一线之隔而已 在长治人中 她的修为可以排在第二位 我轻出燕尔 你带师兄妹赶紧离开此处 那师叔你呢 我自然要在这里挡住 如果没有人拖住妖精的脚步 你们怎么可能拖身走呢 中间男子苦笑着说 不行师叔 我们怎么可能将你丢在这儿 要走大家一起走 要死 一起死 上官宴尚未开口 另一个惊慌的声音传着耳朵 清脆一击 乃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子 长相与那位上官宴颇有几分相似 不过 要更圆润一些 脸蛋有几分婴儿肥的样子 灵儿 少孩子 你们留在这里 于事无补 与其一起陨落 不如走掉一个是一个 中间男子苦笑着说 你们姐妹 还有这么多 师之死在这里 师叔回去 又怎么将掌门交代呢 可 少女还想争辩 上官宴的声音却 决然地传来 灵儿 你不用说了 师叔言之有理 我们离开这里 姐 山官林大吉 不行 我们怎么可以将师叔抛弃 另外一名面容 很厚的男弟子 也是一张脸 仗红的样子 要走 你自己走 我们绝不没有一起 就是 那样即使侥幸存活 也会终身 良心不安的 古早的声音传入耳朵 谁说 修心者都自私自利啊 至少眼前 这个门派 似乎就是一个特例 人人相亲相爱 以及 你们 山官燕的俏脸 一下子毫无血色 倒不是为了 那些无理的言语生气 而是 师弟师妹 太过年轻不懂事 这样下去 大家只有 一起死在这儿 中年人也连生的呵斥 可那些小家伙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 一个个血红着眼珠 摆明了不可离去 要死在一起 唉 你们这些傻孩子 中年人叹了苟气 但也感动一击 好吧 那我们就生死一起 妖精的攻击更加猛恶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叹息声 却传入耳朵 唉 不错不错 好一群有情有义的小家伙 这样的门派 林某到真实 从没有见过 那声音来得突然已急 然而仿佛带着某种魔力 凶猛的妖精们 居然一下子都停止了攻击 那群修士愕然不已 而中年修士的反应 也要快一些 忙对着虚空 遥遥一举 不知道那位前辈 驾临此处 还请出手相助 我白草门 必勇敢大恩大德 为前辈 立长生牌位的 长生牌位 这倒不必 我等修心者受缘如何 乃至与境界相挂钩的 立长生牌位 又有何好处呢 老夫能凭空增长 百年的寿缘吗 冷笑的声音传入耳朵 里面充满了无情与冷漠 这 那中年男子脸色 有些难看了 他们白草门 虽相亲相爱 但身为修心者 还是知道其他修士 无力不造极的性格 那前辈 要如何才肯相助呢 其他男女弟子 也都眼巴巴地望着 能不死 谁又愿意雨落呢 在危机之时 好不容易出现一丝生机 他们当然要抓住 可希望在哪里呢 看你们这副模样 也是穷得叮当响 便是全体卖了 所得的精识 也不够老夫塞尔菲尔德 不过这两个女子 长得倒不错 若是愿意 与我签订主铺血气 给我做侍女 老夫出手一次 也未尝不可 那声音冷冷地说 什么 所有人都目当口呆 上光阴的脸色 更是惨白 若是单纯地做侍女 干嘛签订主铺血气呢 对方的用意明显已急 到时候为浓为壁 甚至做顶炉 都由不得自己 不过 现在哪有选择呀 上官燕的脸上 很快闪过了一丝 决然之色 先贝 你放过我妹妹 小女子 愿终身释放 绝不反悔 你有什么资格 与我谈条件呀 要不要就这些人 都是在我一念之间 不只是你 你妹妹要与我签订 逐步学计 这 上官燕脸上满是愁愁 而脸蛋圆圆的上官灵 已月中而出 好 你放过我姐姐 我答应你 灵儿 你还小 要释放爹娘 前辈 求求你放过我妹妹 就让晚辈一人做你侍女 不 姐 看着姐妹俩一副 我生理死别的样子 林轩忍不住摸了摸鼻子 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了 弄得自己倒像是这么恶霸了 好了好了 老夫刚才只是开玩笑 试试你们两人的心性而已 不用在意 那声音又传入耳朵 不过与刚才的冷漠相比 是显得和蔼已极 前辈 你说开玩笑的 不用我们俩做侍女 上官凌又惊又喜 自然不用 林某多来独朗 带两个丫头在身边 有什么好处 当累赘吗 雷轩甘笑着 心想月儿还差不多 可我们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谢您 前辈 看不上眼的 此女又显得满脸忐忑 何必要谢呢 举手之劳而已 大笑声传出耳朵 你们这样的修饰在此界 难能可贵一击 难道林某就不能做做好事吗 话一未落 狂风骤起 也不知道从哪里刮来的 一卷呢 就将所有的妖琴包裹在里面 最后雪雾漫天 以临身的实力啊 对方些许一阶的妖琴 简直是太浪费了心 举手投足 危机就已然解除 最后 距离他们三十余丈之远 清光一闪 一个面容普通的少年 就在虚空中显现 正式临身 那前辈居然 年轻到如此地步 中修是有些瞠目结舌了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中年男子抱拳行礼 深深的寓意 脸上却完全是震惊之意 对方身上没有丝毫 灵压散发而出 可境界如何 他完全是看不清楚的 再联想刚才的那一击出手 难道这位年轻的 有些过分的前辈 居然是您丹 不 月英其修仙者吗 多谢前辈 山官姐妹也是盈盈益服 刚才还真是被吓了一大跳呢 两女的气质 虽杰人不同 但都令人如雨春风 其他的少年少女也纷纷行礼 目光十分好奇 这位前辈看上去 怎么比自己也大不了几分的样子呢 那中年男子见了 忙一声轻壳 很多高级修士都有一副古怪脾气 别看他刚刚出手相助 若是众弟子屋里的目光将其惹恼了 出手将自己这些人灭除 也不是不可能的 你们是白草门的弟子 这里是哪方海域 雷先冷冷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这一个月来 他乘着灵州七转八拐 丝毫没有停歇 手中又没有海徒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跑到何处了 前辈莫非是外出云游 刚到此处吗 中年男子小心翼翼地开口 也难怪前辈不晓得 我们这大荒海域地处偏僻 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大荒海域 林神一愣 他来到灵界已有四百年之久 对于东海已经非常熟 可这什么大荒海域 还真是没有听说过 大荒海域位于人族势力的宾纪 与狂沙王接壤 狂沙王 林神一呆 在海族流亡里面 他不是势力最强 但绝对是最好战 听说生性凶残 那你们的日子 岂不是很不好过 林神一呆地说 那有什么办法呢 大荒海域就面积来说十分辽阔 可资源在整个东海中 却是最贫乏的 居住在这里的修士 大多以小门小派 还有散修为主 好的海域都被高人们占去 我们在这里只是讨生活而已 中年人叹了口气 与其简直有些落寞 这些低阶修士的苦楚 想必前辈是不会明白的 我干嘛不晓得 林某也是赛修 从低阶修士开始 一步步努力 他有了今日的实力 你们说的这些 我都有经历 前辈也是赛修 中年人尚未开口 那脸的圆圆 有些婴儿肥的少女 不由得大喜 那那前辈 也是打算来这大荒海域 安家落户的 多门您说 此地与其他海域相比 虽然荒凉了些 但也有几种材料 是别处没有的 前辈说是想在这里常住 也不用去别的地方了 碗白草门 就是不错的选择 本门的灵脉 虽然品质稍低 但面积却是足够广阔的 此女叽叽喳喳的声音 传入耳朵 性格却十分的随和 中年人想要阻止 可为是一文 雷正不由的 全是苦笑之色 灵人丫头 根本就不知道人心邪恶 以为对方出手相助 就一定是好人吗 修道者与天真 与地争 与人争 不找老怪物做事情 讲究随心所欲 情一刻能够和颜悦色的 出手相助 下一个分裂无情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她这么做 简直是引狼入室 然而话已经说出 这时候自己再开口拒绝 只能将老怪物给出怒 中年人心中暗暗叫苦 然而事情到了这一步 她又能如何呢 无论是福是祸 都只有捏着鼻子认了 雷先将对方的脸色变化 看得清清楚楚 她心中想什么 岂会不晓得 脸上露出一丝 激潮之色 哼 怎么倒有 可有感到为难之处吗 那倒大可不必了 第1705章 天火宗 千辈误会了 刚刚若不是您出手相助 晚辈等早已葬身 在妖亲的利爪之下 晚辈虽然自指愚钝 但却并非不是好歹的家伙 只人图报还是懂得 何况前辈即便没有出手相助 愿意到百草门安家落户 也是我等荣幸的 晚辈高兴还来不及 哪有可能相聚 中间人甘笑的声音传入耳朵 表情倒是诚恳一击 包括多半是装出来的 雷先也并不点破 转到向几名年轻修饰望去了 你们呢 前辈大家光临 晚辈等不胜荣幸 不错 前辈 我白草门 风景可是很美的 所谓出生牛犊 不畏虎 这些年轻人的心智尚未成熟 哪知道人间的邪恶呀 第一次遇见 林轩这样的高级修仙者 对方又有救命之恩 他们从心底 当然是一百个愿意 没有那上官燕的眼中 闪过一丝痴疑 曾女士半忧半喜 师叔的担心 他也想过 不过对于这样的高级修仙者 曾经也是大为憧憬 心中矛盾 以及啊 不知道小妹的无心之语 究竟会为本门带来灾祸 还是福气 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 已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 不管结局如何 如今都只有硬着头皮 一步步地走下去 而林轩这么做 当然也有自己的考虑 他虽然不知道 五龙喜造成的危机 不过自己如今在东海 已经是输了非常多的敌 虽然此街辽阔 随便找个地方一躲 被找到的希望也不大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这回若不是机缘巧合 自己说不定已然陨落 下次还有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可就了说了 俗话说 大隐隐于事 与其找一个孤岛作为藏身之所 不如躲在一个小门派中 隐蔽性刚强的 至于这大荒海域 到处都是偏僻 灵脉相对来说要差一些 对林轩而言 完全不是问题 谁让他是靠服用丹药修炼的呢 这次外出收获非常丰富 但教训同样是惨重到极处 林轩决定 要好好闭关再说 下一次出来的时候 不说能够打赢洞群七七修仙者 至少绝不能再这么狼狈了 脑海中念头转过 当然表面上林轩分毫一所不露 一副世外高人的风度 随着这些修仙者 向东面飞略而去了 三天后 亲辈 您看 那就是我们白草门所在的圆规岛了 有些兴奋的声音传入耳朵 精髓动人到极处 三天的相处 林轩表现得非常的随和 除了中年人 依旧是一副毕恭毕敬之色 几个小辈反倒是与他非常的亲近 尤其是上官陵 这丫头胸无诚服 却活泼好动 性格颇对林轩的胃口 从她的身上 林轩隐隐看到了几丝 月儿的影子 所谓爱无极物 大概便是如此 至于七姐性格却不同 虽然只比这丫头大了一岁 但却非常的稳重 处事得体 只不过修为低了线 但不管如何 这两姐妹说是可造之才 都不为过的 此时听了小丫头的炸火 林轩抬起头颅 将神石放出 一个巨大的岛屿 映入脑海中 神石还不能全部囊括 看来此岛的面积还真不小 具体多大不晓得 但方圆千里肯定是有的 左南朝北 有一点可以推测呀 大体是一个乌龟形状的 林轩抬着名字取的 也确然是不错 不过很快 林轩就眉头一挑 像是发现了什么 这阴不渝其类 秦辈怎么了 山官燕来到身侧 此女修为不知一提 不过洞察力倒是敏锐无比 那是贵大的总舵 不过如今 可不太平 有一会儿修士正在岛上挑衅 与贵门冲突呢 林轩淡淡地说 什么 中修士大惊失色 他们修为太低 事实也覆盖不了那么远的距离 不过对林轩的话自然没有怀疑 当即纷纷加速向着前方飞去 很快呀 岛屿就越来越清晰 连郁郁匆匆的树木也映入引林 林轩并没有打算马上形成出来 还是收敛气息 躲在任从的后面 天空上两会儿修士 遥遥对峙 左边的明显是白草门修士 男女老幼不一而俗 大约有两三百人之多 领头的是一身材风鱼的宫装美妇 大约三十出头的样子 姿色不俗 与上官姐妹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她也是白草门中修为最高的一个 宁丹初期的修行者 而与他们对峙的修士人数 有稍少一些 但也有百余人的样子 领头的是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男子 不仅衣服 虽然连头发都是红色 长得不能算丑 但却莫名其妙地 让人觉得有些不舒服 行为不值一提 主机后期 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 不过在其身后 还有三名老者 都是宁丹吉的修行者 沐宇公子 本少爷的来意已经讲得很清楚 你若是将两个女儿嫁给我 以后我天火纵于你白草门 也就同其林志 互相照付 你还可以成为本少主的岳母 有什么不好呢 何必执迷不悟 你难道真想要白草门在这大荒除名 来个玉石俱焚才甘心吗 那男子懒洋洋的声音传入耳朵 并不吉言烈色 不过里面的威胁之意 傻瓜都可以听得清楚 古道友 你何必强人所难的 强扭的瓜不甜 我的两个女儿也说过 不愿意做你的双修道旅 公装女子明显忍着怒气 背景天火宗与白草门 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得罪不起 强扭的瓜不甜 修仙姐可是强者为尊 本少爷心里厚兵 你既然不是抬决 那就不要怪我动手了 红发男子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沙气 区区一个白草门 也敢忤逆自己 少主 等等 你看那是什么 后面一个白发老者 转过了头颅 红发男子听了一呆 也跟着将目光挪移过来 十一道顿光映入眼帘 除了那中年男子以外 上官姐妹尤其显眼 反倒是临身收敛气息 躲在仁冲里 他们一时片刻 没有发心踪迹 那位少主不由得狂喜啊 原本还担心了良女躲起来 找不到踪迹 没想到他们自投罗网来到这里了 第1706章 白草新子 公装美妇也回过头颅 然而脸色却难看到极处啊 两个小丫头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回到宗门里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位天国宗少主 不仅攀花好色 而且常常将机械当成顶炉 作为母亲 她怎么可能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推入火坑里呢 当然要尽力地维护的 可修仙记是强者为尊的 天火宗有一位 余英妻老祖 此情此景 让自己如何维护呢 此女又急又怒 一时便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而那位天国少主 却是一脸 质都一满之色 看着上官姐妹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用袖子在嘴边一抹 兴奋无比地开口 燕儿妹妹 灵儿妹妹 才数月不见 你俩是越长越水粒 如何 乖乖地跟本少主回去 这香的 喝辣的 别的不敢说 只要你们姐妹俩用心 将本公子伺和好 二十年内 让你们住击 是分毫问题也没有的 这位天火少主夸下海口 然而却引得林寻一声吃笑 二十年住击 这个条件还真是诱人无比 以自己如今的实力 再看发生在低阶修士身上的问题 简直与家家酒无益 什么天火宗没有听说 但想来也不值一提 自己既然打算在云归岛安家落库 眼前的闲事自然要管一管了 脑海中一头转过 李心也不打算在这里耽搁 毕竟身上的伤啊都还没好利索 这一个月来乘坐灵州赶路 商事只是用单药稍稍地处理一下 李心急于找一个稳定的落脚之处 他的事情还有很多 心中如此想着 李心越重而出 脸上带着轻蔑之色 哼 什么天火宗 听都没有听说过 实际上的滚 什么 天火宗的羞恃一阵骚动 那红衣少主更是惊怒焦急地将身识放出 随即面色狂变 怒戎者瞬间 又如云烟 李心灵压虽然没有放出 但体内的法力 却肆无忌惮地流淌在经脉里 对方不过区区主机 哪里看得出李心的具体身前 但也晓得 绝不是自己这些人可以抗衡的 修心者皆欺润怕恶 他当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强笑着开口 前辈莫非是阎英其修宪者 不知道与家族天虚真人可认识吗 你不用在这里套近乎 快滚 否则就将小面留在这里好了 李心冷冷地说 前辈 你这么做不嫌有些太过霸道了 霸道 林某霸道又如何 你咬我 这小子还真是不知死活 一而再三而三地啰嗦 雷心也有些不耐烦了 他可不是什么心思手软的人物 何况这些家伙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的 林某已经好言相劝 可你还是执迷不悟 那就将小面留在这里好了 林某霸道 随后袖炮一幅 一片光霞飞雷而出 绿盘人飞舞 就化为数百计的锋刃 巡伏在头顶之上 急 林某一直点去 顿时破空之上大作 那些锋刃如强弩 硬弓发射 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 向着天火纵的修士 飞轮而去 顿时啊 惨叫声四起 区区出击其修士 不用说 必须那三名凝丹七老者 又如何挡得下林轩的一击呢 秦可谨 百余人无一姓名 全部被割下头颅 魂归地府 这 百草门的修士 瞠目一舌 别说那些原本 留在总舵的家伙 就算是一路 与林神同行的小家伙 也惊呆了 这位待人 何计的前辈 居然心狠手 拉到如此地步 想想这一路 他们着实有些冷寒淋漓 终于明白师叔 为什么千叮咛万嘱咐 他们现在才晓得 高级修士 果然是喜怒无常的 开价林轩的目光 也少了几分亲近之意 多了几分的尊重与畏惧 不过 也并非人人如此 善官灵在惊讶的同时 反而一脸的崇敬之意 好慰慌 好煞气 这小丫头 倒是真的出声牛族 不怕虎的性子 多谢前辈出声相助 且称上官沐宇 在这里多谢了 那公容美赴眼中闪过一丝惊疑 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一名如此高级的修士 与两个女儿在一起呢 包括对方显然不是什么 心慈手软的人物 故而不敢有分毫的怠慢 失礼 小心翼翼 上官沐宇 夫人就是这白草门之主 离山缓缓地说 不敢 白草门只是小门小派 哪里入得了前辈的发言 夫人不必过勤 在下晓得 贵派如今 比心中忐忑 但林某确然是没有恶意的 归于我的来历 以及来这原归岛的目的 两位心经都心里有数 夫人询问一下 自然就会知晓 雷神和颜悦色 缓缓地说 不敢 前辈大恩大德 晚辈怎么敢有如此无礼的念头 灵儿 你们招呼前辈去英宾阁 燕儿 你与孙师弟随我来一下 上官沐宇盈盈一福 此女虽然修为烧地 但不愧是一派之主 待人激悟 都很有一番气度 是 娘亲 闪关灵 回过针手 随小斌露出甜甜的笑容 林前辈 请这边走 说着 当心引路 林轩刚才 展示的一番拉手 但这丫头呢 居然丝毫畏惧也没有 也不知道究竟是出生牛犊 不畏苦呢 还是有些凶打无脑 不过这丫头的性子 林轩倒颇为喜欢 也眼看到了一点 月儿的样子 想到这里 林轩不由的 她的口气 不知道宝贝月儿如今 就身在哪里呢 前辈 您为何叹息 可是在担心 天火中报复 没关系 对方虽然比本门强大一些 但也只有一位 元英七长老 我想以前辈的本事 应该可以打过 不必畏惧他们的 小丫头回过头颅 善解人意的开导阵 雷轩哑然失笑 看着此女天真浪漫的模样 心中也不由得为之一爽 圆归岛的风景还不错 雷轩与其说说笑笑的 乐一处阁楼 这里位于一座高深的顶峰 可以拂拦群岛 而在阁楼前 早有两名侍女在等着 桌子上也摆满了 新摘下来的瓜果 灵茶的香味 弥散而出 前辈请坐 本门虽然弱小 但所产的灵茶还不错 前辈尝一尝 应该不会让您失望的 山君林温婉地说 嗯 林温点点头 将桌上的茶杯拿过 抿了一口 香味寝人心脾 确实是尚好的灵茶无疑 他没有等多久 不过一小会儿的功夫呢 那工装美妇 就来到凉亭处 对林温大礼参拜 多谢亲辈大恩大德 其实还不知道 亲辈已经救过小女一次 若有怠慢之处 还请前辈不要介意 你愿意留在云归岛休息 那是本门的福气 与那中年修士不同 上官沐宇作为一派之主 胸襟气度都远非师弟可比 眼光也要看得更长远一些 尽管三师弟的登亲没错 对方在云归岛开闭洞府 与本门毗邻而居 确实是福火能了之事 但福兮获所义 获兮福所福 从对方所作所为来看 对本门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 反而若有一名高阶修士坐镇此处 本门又能交好的话 得到的好处绝对是远远大于弊端的 更不用说 对方曾经两次出手相助 若没有他 两个女儿即便没有陨落 也被人家抢去当顶炉 门派也面临灭顶之火 所以不论从利益分析 还是就情理 上官沐宇都对林轩非常的感激 这番话也确然是他真心的 林轩是何等聪明的人物 对方是虚伪仪还是真情实义 岂会不清楚 雷上露出笑容 夫人不用客气 林卯竟然与贵派毗邻而居 自然会守望相助 只是林轩不喜欢有人打扰 果然我来到这里的消息 还请夫人不要张扬出去 前面放心 先生小德 绝不会为您带来分毫麻烦的 上官沐宇也是玲珑剔透的人物 直到不少前辈修士都是脾气古怪的家伙 机会各有不同 当即十分乖巧地开口 林轩点点头 和聪明人交谈就是轻松 若子林某多谢心思了 在家要在圆规岛常住 还需要一个洞府 这个道友不说切身也小德 洞府是现成的 乃碧派创派祖师昔日隐修之地 倒有若不嫌弃 谁怎么可以 林某再不知道规矩 又怎么能够亵渎贵派祖师修炼的圣地呢 雷轩他的高气 他的性格自然是不喜欢以大欺小的 前辈也严重了 碧派没有那么多规矩 昔日祖师百草新子 更是生性豁达的人物 在离开以前曾留下法育 他所留的洞府 以及一切的事物 后人只要需要都是可以用的 宫庄美副微笑着说 哦 林轩略感差异 这位百草新子的修为暂且不说 但就这份心胸与豁达 就是修真界了不起的人物 要知道那些名门大派的祖师 哪一个不是将传承看得很重 生前的寝修之所 都要后背弟子供奉着 哪肯施下这样的遗则呢 如果自己再推托 那反而显得太过小瞎子气 新子既有如此好意 那林某确实不公 也只有溃灵了 林轩微笑着说 第一星期百零七章 旋风仙子的踪迹 前辈太过客气了 晚辈这要带您前往忘忧谷 公庄美妇微笑着说 娘 我也要去 上官林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你这丫头凑什么热闹 在这里等着 娘陪着前辈 是要有要事相做 公庄美妇有点不悦地说 哦 上官林间抹尽深色不愉 随心中委屈 却也不敢继续胡闹完成下去 让前辈见笑了 上官墨语向林轩盈盈一服 脸上露出见酒之色 最后浑身轻芒大起 向着远处飞掠而去 李轩是惊一闪啊 化为道不弃耳的惊红跟在后面 很快 一个座美丽的小山谷 就映入引林 上位进谷 就闻见香气扑鼻 里面竟然像种着不少 奇花异草的样子 李轩目光扫过 紫藤花 清风霞 雪寒草 琉璃花 这些东西在自己眼里不知一提 但对于白草门而言 绝对是价值不菲之物 雷轩心中一动 这里是贵派的药谱 前辈讳然如炬 没想到您对药性也如此熟悉 不错 这里是祖师昔日的洞府 灵气自然是最充足 所以在旁边开辟了几块地作为药谱 山关木雨微笑着说 即使闺门重地 那林某岂能居住在这里 倒有如此 就不怕引狼入室吗 前辈说笑了 这些药草 妻生若没有料错 恐怕便是白送于前辈 您也会先累赘 妻生还担心什么 此女眼口轻笑着说 何况有前辈坐镇此处 妻生反倒不用担心 药草落入肖小之手 严格来说 可还是我占了前辈便宜 还望您不要介意 林轩笑而不语 自然不会将此语当真的 这上官木雨 不过是很会说话而已 与昔日的五云儿 颇有几分相似 随后在此女恭敬的引领下 林轩进入了忘忧谷 还别说 此古城葫芦形状的 入口不大 里面却别有洞天 风景如画 美丽优雅 前辈 这就是被失足的洞符 要我带您进去看看吗 好 得到林轩的回答 上官木雨御手扬起 掌心之中不知何时 已多出了一块银色的令符 一道耳壁粗的鸿芒放出 前面乳歪色的雾气开始翻涌 最后一条青石小径出现在射箭中了 洞门打开 一座宽敞却不失精致的洞府映入眼帘 前辈 所有的家具 切身已经吩咐众弟子坏了心的 您现在可以入住 此女恭敬的说 最后脸上却多了几分诧异之色 前辈您怎么了 林轩视若无睹 此女不由的随之转过头颅 目光落在供桌 而在供桌的前面 悬挂着一幅画 看起来年代很久远了 不过有尽致保护 保存的依旧是完毫无损的 画功精致 栩栩如生 旁边呢 还提着一首词 不过林轩对蚊子不感兴趣 她的目光落在画中的一位少女身上 看上去大约二十出头年纪 明明风华正茂 可不是为何呢 却给人一种经历沧桑的感觉 此女非常美丽 但林轩在意的也不是这些 以她的诚服 脸上也不由的露出吃惊之色 这女子非常的熟悉 自己曾经见过 正确地说 上次见她 也是在画中见到的 旋凤仙子 要领导旋凤门的创派祖师 凤舞酒店局 也是由此女创立 从这层关系 说此女是自己半个师傅 也没错的 林轩又惊又喜 她知道旋凤仙子破碎虚空 飞上到灵界之中 从古墨的口里 甚至还晓得此女 成为了不起的大人物 可寻奉新子飞升 毕竟是上古之时 距离现在太远了 雷轩 万万没想到 居然还能得到她的心索 亲辈 莫非您认识祖师的这位朋友吗 善官沐语的声音传入耳朵 而里面充满了震惊之色 祖师 雷轩这才注意到 寻奉新子身边 还有一位少女 同样是容貌讨喜 大约十八九岁的样子 当然 修心者的年龄 尤其是女性 是不可以通过外貌来判断的 你们以为 百草门仅仅是一不期而的小派 如今看来 恐怕没这么简单 认识谈不上 不过林某与这位寻奉新子 乃是从同一个人界飞升上来的 所以没有见过 不过确然是有一些关系的 林轩淡淡地说 从同一个人界飞升 前辈您是飞升修师 山官沐浴大惊失色 虽然他与林轩相比 修为很低很低 但这不代表 此女就不晓得修仙界的常识 能够破四虚空 从人界飞升到这里 至少也是离合 而且飞升修师的战力 通常比林界的童间修师强得多 怪不得天火宗 前辈完全不在乎呢 举手投足就灭伤了对方上百修仙者 此女开始的时候 虽然就知道林轩修为深不可测 但在她讲来啊 最多也不过是原因后期 没想到是离合 惊讶之余 上官沐浴的表情 越发的恭敬无比 嗯 林某之事 已将道友交了一些底 希望道友能够保守秘密 不要说出去 林轩淡淡的说 随和颜悦色 他眼中的灵力 却看得此女心生寒意 道友放心 切身晓得 绝不敢胡乱多嘴多舌 给前辈带来麻烦的 此女蛮恭敬的说 嗯 林轩点点头 连路满意之色 那道友现在 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玄凤心子 与贵派究竟有何关系 这个前辈即便不问 其实也会说的 因为根本就不是秘密 说穿了 没有分毫西齐 必派祖师 一次外出的时候 与玄凤心子 偶然相遇 两人一起相同 且为了归中密友 应帝祖师邀请 玄凤心子 还来云归岛 住过一段时间 而这幅画 就是在那段时间 所留下来的 上官墓语 微微讲述 十分老实地开口 原来如此 就这么简单吗 当然如此 切身不敢隐瞒 那后来如何 后来 玄凤心子 住了几百载 就从这里离开 后来 毕祖师 进街道洞悬 也就去了 其他界面 第1708章 因祸得福 白草仙子 进街道洞悬 那为何贵派的实力 却这么弱 雷玄成音这开口呢 原本以为 只是一不其而的 小门派 如今看来 情况与原先所想啊 完全不一样 能够进街道洞悬 这白草仙子的 资质暂且不说 所修炼的功法 绝对差不到哪儿去 让前辈尽笑呢 新族 鹦鹉 都是晚辈弟子不孝 本们也是昌盛过 可惜后来经历一些风雨 却逐渐地没落下去 连各种功法 都遗失了大半 以至于这白草绝 变得三缺不全 上官莫语叹了口气 眼神中满是落寞 雷玄则随口安慰了几句 沧海桑田 事实变亲 一个门派的起起落落 是再正常不过 平心来说 白草门没有在 漫长的岁月中消失 让道童传承下来 这就非常的了不起 当然 雷玄心中还有疑惑 照此女所说 昔日的白草新子 绝非池中之物 为何要将白草门的总舵 设在这如同 穷乡僻壤的大荒海域呢 吕迟疑 雷玄没有问这个问题 交浅延伸乃是大忌 以后有的是时间 现在不急 不过 开枪此女的表情 雷玄却显得 更慈和了些 所谓冥冥中自有天意 不瞒道有 在下与宣奉仙子 来自同一夏季 而且今晚巧合 得到了宣奉祖师的 修真真解 说是她的再传弟子 也不为过 白草尖辈 既然与师尊乃是好友 那我们也不算是外人了 前辈所言不错 这还真是巧合 此女同样大喜 以白草门现在的情况 有一位黎河西修士所考山 她是求之不得 看来那即将到来的大劫 也可以迎刃而解 嗯 雷玄有些乏了 改日有空 再遇到有 心里又如何 临身淡淡地说 是切身糊涂 打扰秦辈休息了 那晚辈 暂且告辞 秦辈有什么要求 尽管吩咐 千万不要客气 此女 盈盈益服 然后恭敬地 退下去了 雷玄目光落向 那壁画 陈奉心子竟然在这里 爬起了她的方宗 就不知道此女身在何处 如果能够得到 凤舞九天爵 后面的修炼之法 那就好了 虽然雷玄手中 已经有了 墨月天吴诀 但一主一辅 正其相辅 此乃正道也 凤舞九天爵 乃是模仿 真灵凤凰的秘书 如果有可能 雷玄自然不愿意放弃的 可惜 虽然这白草门 与神凤心子 扯上一点关系 但距离自己的目标 依旧是 相隔十万八千里 遥遥无期 她的口气 急 解决不了问题 当务之急 还是做好眼前的事 心中如此想着 雷玄走出东府 然后从怀中 取出几套阵旗 在周围布下来 雷玄并非担心 白草门的人 会对自己不利 但是借她一万个胆子 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只不过小心无大错 雷玄已经习惯了 自己的修炼之所 总要有一些警戒的 做好一切之后 雷玄才回到洞府中 她脱掉上衣 胸口与小腹的伤 居然仍未绝育 那魔尽可怕之机 近期已经侵入到经脉里 被自己用灵力锁住 前段时期呢 一直在赶路 所以顾不上处理的 如今事已时宜 既然有了安定的修炼之所 当然要先将顽疾去除 伤不好 又怎么可能进行修炼呢 脑海中捏她转过 雷玄已经规规矩矩地盘袭而坐 先解除了后患再说吧 别看外面的伤口可不 真正麻烦的是 入侵到体内的剑技 只要将它驱除 对于修仙者 至于这点肉体的创伤 不过是居者之劳罢了 雷玄闭上双目 将心神传入体内 查探起来 只见在伤口的附近呢 几缕黑气 妖如妖魔 在四周横冲直撞着 不过 那里都布满了雷玄的法力 让黑色的进气冲不出去 表面上是将它们困住 不过依旧停留在 伤口附近的经脉中 正是因为它们的破坏作用 让伤口一直无法愈合 雷玄略迟疑 就将神石分出了一点处去 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雷玄 与云莹不同 这神石化形之物是没有身体的 但这并不影响它对法力的操控 小家伙伸开手 附近的灵力聚拢过来 如铠甲一般将小家伙包裹 最后它就向着一缕黑色的进气冲去了 目的是捉住 然而那进气却仿佛像有灵性似的 并不愿意束手就负 化为一条黑色的魔蛇 当然也是极小极小的那种 雷玄并不在乎 冲上去一把捉住 然后一闪已出现在了身体外 雷玄右手摊开 他就落入了掌心里面 最后神石化形的小林轩 要从头顶没入 大小中就剩下了那细弱油丝的 那一道微小的进气了 那东西一闪 居然化为一个猙獰的魔物 哼 死到临头 还想要反抗吗 这小东西折磨了自己如此久 雷玄对他呀 自然是丝毫好感也没有的 手上一抖 三四火焰浮现而出 将那黑气包裹 包括是无根植物 难道还能倒入过自己的 或灵天火吗 果然黑气纵然凶烈 但很快就泯灭在了 混灵天火里 雷玄脸上的表情十分的满意 正想将灵火收回 就没烧一动 像是发现了什么 他将手掌凑到眼前了 搞了片刻 不错不错 还真是一火得福 没想到这黑气 能够增加 混灵天火中的腐蚀之力 大笑声传入耳朵 真的整个山谷都嗡嗡作响 雷玄恨不得身上的山口再多几个 那样就有更多的黑气 来修炼混灵天火 坏事变好事 雷玄自然是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 刚才的过程说起来简单 其实就花费了两个时辰之久 雷玄也感到有些疲惫 于是略作调息 然后重新盘膝而坐 开始如法炮制的驱除黑气 然后将其炼化入混灵天火 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雷玄将最后一丝黑气炼化入混灵天火 顽疾已经驱除 雷玄伸出手来 在虚袋上一拍 一个小小的玉瓶飞裂而出 拔开瓶散 芳香满意 雷玄将一种乳白色的药膏状东西 涂抹在山口表面 扑克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这件原本有拇指大小 心血淋漓的伤口啊 居然以肉眼可尽的速度 开始愈合 不过一眼差的功夫 雷玄的肌肤就又光洁如新 根本不像是被法术冻穿过的 这生机活血膏 效果还是不错的 雷玄喃喃自语的说 这东西其实就相当于 世俗的尖创药 修仙界的东西 自然远比凡间神奇 活此人做不到 但肉白骨还是没有什么难度 轻轻松松的 不过就是这种放的世俗啊 会引来兴风学与无数的神药 在修仙界却属于不值钱的东西 丹药种类很多 一般只有增加法力 与突破瓶颈的 才会受到修士的追捧 至于这种商药性质的 根本就属于地摊货 比如说这种可以肉白骨的 生机活血膏 十块下品精石 就可以买到一瓶的 伤势已经痊愈 雷玄回到卧室 打水洗了个澡 说是打水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出去 作为离合器修仙者呀 雷玄是可以操纵天地元气的 直接将附近的水元气取来 就变成了洗澡水 精细干净以后 雷玄倒头大睡了一觉 这次外出收获非常丰富 但却差一点陨落 如今伤好了 又有了落脚之所 当然要好好休息一番了 第二天起来 雷玄神清气爽 最后来到林工坊 秀宝一幅 一道光霞从妖精飞雷而出 落下以后 却是七八个橱袋 每一个都仗鼓鼓的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神龛 等等 橱袋是独龙老祖万年来 所收集的珍稀宝物 这神龛是哪来的 林工略感差异 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那神龛呢 是上次丹月宗总舵 最后移动建筑的 第三层所得 里面的丹药 已经被金翼取走 那丹药非常神奇 吃了以后 可以让修士的境界 在两盏茶的功夫内 暴涨几间 由于不知道状况 丹药落在金翼的手里 不过后来 雷神亡羊补牢 将神龛抢走 如果没有记错 这东西自己一直都没有研究过 还真是疏忽 雷神拍了拍头 不过现在重新研究 也不算晚 秀胖一服 那神龛就被卷了过来 神龛并不大 仅有一尺长 看上去精致异常 雷神将其拿在手里 细细把玩 可惜 丹药只有一颗 还被金翼取走了 否则自己若是再遇见 动寻期修心者 有这么一个杀手锏 也不用过于畏惧了 这神龛本身并不是一件法器 不过丹药用手摸了摸 却坚硬异常 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所注的 但显然也不是一件坟物 可惜法力注入也没有分好效果 丹药将神石放出 一寸一寸的细细搜索 突然 他神色一动 神龛中居然有一个暗阁 难道说 脑海中念头转过 雷神顿时兴奋起来 小心翼翼地伸出指头 但神龛的某处一扣 啪塌一声 暗盒打开 一个小巧的玉盒显现出来 第1709章 自寻死路 目光扫过 尽管有猜测 雷轩的呼吸依旧急促起来 与上次见到被金蚁拿走的玉盒别无二致 里面是什么灵灯妙药 已是呼之欲出之事 何况 灵药暂且不提 这玉盒本身的材质 就是九天回阳玉 传说中三大神玉之一 而且是最治刚治阳的一种 炼制活手性法宝的时候 只要加上一点 就能让法宝本体变得坚硬一击 而且还能大增活手性神通的威力 这东西不论是自用还是拿到仿式之中 都绝对是价值连城之物 堪称逆天级别的材料 而且对自己呢 还有特别的意义 它是炼制九弓虚弦阵之火箭的主要材料之一 雷轩手掌一翻 要取出一个玉盒 这是个空的 乃灭杀金以后所得 但就是为了这个空盒 自己差点与千木一栏冲突 而那位千木公子绝非常人 普通的宝物根本就看不上眼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九天回洋狱乃至怎样的逆天 雷轩先将空盒放在一边 然后将从暗阁中取出来的 放在手心里面 压制住心中的机动啊 用食指轻轻一扣 啪哒之声传入耳朵 就十分轻巧地打开了 只见在这个不大的玉盒底部啊 铺着明黄色的锦段 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而在玉盒正中 放了一个小巧的瓶子 奶青花瓷 出人意料的精致 瓶子上面还贴有精致符露 雷轩没有漫漫然地将其撕扯 而是略迟疑 然后闭上收幕 当他眼睛重新睁开的时候 整个瞳孔已经变成了璀璨的银色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若是所料没错 一旦将这俯虏撕扯 里面的药灵也就跑了出来 雷轩可不想多此一举 还要将其重新封印住 反正自己修炼有天凤神木 荧光耀眼 那屏蔽顿时模糊起来 一个小小的光球出现在视线里 而在光球之中 一粒蚕豆大小的灯药 滴溜溜地旋转个不停 正是耀灵 尽管有猜测 但真正肯定了 林安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 赏天助我呀 有了这个东西 自己可是有多离杀手锏 其实要说杀手锏 林玄当然不止这一个 上次面对毒龙老祖化身的时候 有一样东西他就忘记用了 伸手一拍呀 一个灰呼呼的俘虏 从衣袖中飞了出来 别看他不起眼 宝物也不能光看表面 光彩的不一定是好东西 反之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替劫服就是在九星城的意识中逃来的 与魔道的提身杜绝大法有同样的效果 不过前者需要舍弃一手一足 而这东西呢 则足以为自己挡下一击致命的攻击 两件宝物清点完毕 雷神将其放在一起 以后再遇见什么危机啊 就需要他们来应急了 心满意俗 雷神准备继续清点其他的宝物 然而就在这时 一点诡异的波动从外面穿进了洞幅里 雷神是作移动 抬起头颅 一道法觉从指尖击射而出 射啦 尽致打开一道火光从外面飞了进来 穿音符 雷神蹬开手掌 他就有如通灵般的落入里面 最后雷神低下头颅 将身尸沉入 很快他的表情阴沉下去 嘴角边露出了一丝冷笑之色 哼 真是不知死活 话音未落 狂风骤起 雷神不知怎么的 已从洞府中飞了出去 两张俏脸映入眼帘 善观姐妹 肩满脸焦急之色 看见雷神才喜笑颜开 连忙大礼参拜 不用多礼 你们说天火宗居然不知死活 居然杀到原鬼岛 兴师问罪来了 是 上官宴行立一礼 雷神满是黄疾 前辈上次灭杀了天火宗的贼子 其中那名红衣修士 乃是天火商人的嫡系孙子 那老怪物震怒 自然兴师问罪来了 哼 区区原应其修仙者 有什么值得嚣张的 那天火商人在何处 现在情况怎么样 雷神淡淡地说 还好 敌人并未隐藏行迹 所以我们老早就发现他们出现在附近海域 母亲下令 所有人都不得出站 只是将护派大阵开启 不错 这是正确的选择 令堂还是很聪明的 雷神点头 而许 也唯有这样做 才能将伤亡尽量降低 还请前辈出手相助 那护派大阵持续不了多久的 嗯 雷神自无不允之意 于情于理 这些事情都没有不管的道理 更还有玄奔仙子这层关系 雷神也向上官目语许诺过 会守望相助的 前面带路 是 两女大喜 连任化为一道惊鸿 向前面飞去 雷神身形一闪 不急不慢地跟在后面 出了忘忧谷 立即冲天 形势似乎比自己原先想象的 更加不好一点 雷神眉头一挑 也不敢再随便耽搁 浑身轻芒大喜 将姐妹俩一裹 就加速向外面飞过去 雷神的顿兽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几乎是转瞬极致 只见在一座小山的上空 宣伏着三次百名修行者 如果没有料错 白草门弟子十有八九 全都齐聚此地 而在头顶上空 则被一层浓雾包裹 不用说这就是护派大阵的效果 浓舞中轰隆隆的声音不停传来 偶尔还可以看见冰石雷火 已经摇摇雨坠了 上官沐浴的脸上满是忧色 包括看见林轩后 又转忧为喜 盲盈盈一礼 前辈对不起 万辈是无奈之举 人不想打扰您的 可本派示弱 切身增居一派之主 却没有实力解决眼前的危机 所以 大佑不用告罪 举手之劳而已 话音未落 上面却有难听的声音传入耳朵 上官贼臂 竟敢杀了本老祖的孙子 你只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以为躲在禁止后面就没事 老夫今天是来报仇的 要将你们白草门的每一个人 全都抽魂炼破 然后慢慢的折磨 那声音不止难听 而且运读 不用说 就是那位天火宗的太上长老的 哼 绝绝于云英其修士 好大的口气 上官道友 我们一起前去会会如何 雷轩微笑着说 第1710章 好厚的脸皮 本被既有所令 切身哪敢不从 山棍木于脸章带着笑容 有雷轩这么一位大高手 危机自然解除 此去分好危险没有 不过是当一个看客 他又何必推脱 娘 我和姐姐也想去 清脆的声音传入耳朵 山棍林的脸上满是渴望之色 山棍燕 并没有表示 但表情与妹妹也是一样的 灵儿 不要淘气 我们此举 又不是去郊游的 山棍木于 秀眉一条 轻声呵斥 娘 山棍林却并不怕母亲的样子 好了好了 这两个丫头竟然想去开戏 那当然他们 也是没有多大妨害的 雷轩终于出声表示 雷轩竟然开口说话 上官木于自然不会为牛反驳 在脚边露出一丝笑容 前辈竟然这样说 且身谨遵法御 两个小丫头 这是你们的福气 一会儿出了禁止 切不可随意乱走 一切要听令行事 是 好了 不要耽搁 再拖一下去 柜派的紧致恐怕承受不住 临身抬起 头看了一眼 烟雾 最后浑身轻盲一起 向着头顶飞了上去 山棍木于 与两个女儿修炼的功法相似 则将顿光连在一起 一起随后跟了上去 轰隆隆的暴力声不停传入耳朵 除了禁止整个圆归岛 是一片乌烟瘴气 尽千修时 方也望去黑压压一大片的样子 顶头的 则是一个 灶炮老者 身高不足三尺 却矮壮一击 一头火红色的头发 分外的引人注目 左边脸颊 还有一块刀疤 看见顿光出了尽致 红发老者脸色一息 最后整个表情就完全阴沉下去 右手抬起 天火纵的修饰顿时停下了攻击 上官贼臂 你终于肯出来灵死 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杀害本老祖的亲孙子 我要将你抽火炼破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红发老者阴厉的声音 传入我耳朵 从里面可以听出 其恨意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抽火炼破 好大的口气 你以为 你算个什么东西 然而回答他的却是 吹笑之色 随后惊鸿一脸 露出一个容貌普通的少年 当着众地子的面被奚落 天火伤人 就快要被气疯了 然而当他放出神石 惊怒异常地在林玄身上扫过 却四二人脸色大变起来 怒容转瞬间烟消云散 似乎还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又将神石放出 重新在林玄身上扫过 涉行到了这一步 隐瞒修为自然是没有必要的 林玄也不用刻意将灵压放出 只是让强大一级的灵力 在静脉中毫无掣肘地流动 深不可测 那位天火宗的太上长老 根本就看不出 林玄的具体境界是什么 脸色顿时发青起来 咯咯咯的 身体发抖 甚至连牙屎都打颤起来 前辈 前辈是雷河 还是动玄骑的修行者 这对道友来说有什么分别吗 雷仙淡淡地说 恐怕老者的脸色越发难看 对方这话没错 无论他是动玄还是雷河 捏死自己一个区区 云莹中系的修行者 跟你死一只小蚂蚁差不多 原本是来替孙子 与门下报仇 没想到却是一头撞向江口 天火上人 惊啪过后 脸上的愤怒 也换成了一副 心惊胆战的培笑之色 前辈 误会 这全都是误会 误会 哼 我刚刚可是听你说 要将白草门的人全部抽回领破 难道是我的耳朵出错了吗 雷仙冷冷地说 天火上人 雷上闪过 历死尴尬之色 不过这家伙呢 还是很有机智的 前辈怎么可能听错呢 这话我是说过 不过晚辈是与白草门的道友 开玩笑的 开玩笑 那刚才的攻击 就是怎么回事 人心还是一副 咄咄逼人的样子 这不稀奇 修行界讲的本来就是实力 这 天火上人张口结舌 已是片刻 他又哪能想得到好的解释呢 道友就不用口舌入黄了 否认也没用 你说是误会 可道友的孙子 还有金白首相 确实是林某击杀 你找到我 哪里有错 确实是冤有头战有主 雷仙微笑着说 是吗 天火上人一呆 早却不要脸的向黎君 磕起了头 原来那不孝子孙 却是死在前辈的手里 请受完备一拜 大恩大德 我必鸣记于心的 哦 黎君是真的有些动怒了 他如今已活了八百载 精力又远比通街修史丰富 自然见识广播 然而他见过不要脸的 却没见过可以不要脸到如此地步的 平心来说 这也算是本事的一种 此话怎讲 说起来都怪老夫呀 从小对那小畜生疏于管教 以至于养成的飞扬跋扈的性格 败坏家风 晚辈啊 是早就想要请李门户 那小畜生却尽急跑了 没想到 行辈代劳 大恩大德 晚辈莫尺不忘 听话上人 行政义切地说 这家伙虚伪仪的本事 令林轩呢 都大感佩服 自愧不如 简直想当面 非他一次服 林轩也是花言巧语的高手 这份作戏自然 不可能将他给骗掉 服长大笑 道友请起 你如此用心良苦 不就是想要保住小命吗 不过道友可听说过一句俗语 叫做弄巧成拙 呃 此 此话怎讲 听话上人 感觉到有些不妙了 脸上的表情满是忐忑 任文阁下如此小的进退 知荣主 我为是不可以高抬贵手 饶你一命 可你错就错 戏演得太过 面对杀害亲孙的仇人 也可以悲剧屈膝 如此狠毒 又如此忍得 隐忍功夫到了这种地步 林某自愧不如 嘉义时 必是一代枭雄 这种仇人 这种隐患 你说林某会不会坐视不管呢 君子可以复制一方 而阁下这种小人 却会有如浮古之虚一样 现在你在林某面前 是一副老实芭蕉的模样 可一代有机会 是不是准备咬我一口 雷神话音未落 天火上人的脸孔 一刷得下白了 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居然将自己 分析得如此透彻 不过此时此刻自然是 万万不可以承认的 前辈 您 您误会了 晚辈对您只有感激 哪敢存丝毫不敬的心理 你不用 巧言吝啬 识人知名 林某自问还是有的 你心中的打算 我一清二楚 迪赖也没有用处 所以为了将后患 免除 你现在 可以去死了 话音刚落 雷神已将右手抬起 天火上人大聚 忙伸出手来 使劲往后脑勺一拍 一柄火红色的先进 飞掠出来 最后的身形一转 扑到了先进的上面 嗡鸣声大起 风驰电车般的 向远处飞掠而去 哼 人间合一 不过凭这点神通 就想要在林某面前逃走 简直自不量力 雷神的嘴角边 满是鸡巢的笑意 抬起右手 五指静静向掌心一扣 呜 仿佛山风吹过 最后附近的天地 远起 疯狂的肆虐起来 也不见什么冰火雷尸 却听见惨叫声 传入耳朵 砰 天火上人居然 莫名其妙的爆炸掉了 化为一团雪雾 连原鹰也没有逃出 一名让白草门战战兢兢的 园英七修仙者 在林玄的面前 却有如指壶 思考反抗之力也没有 至于天火宗其他的修士 一个两个更是完全惊呆了 谁也没有想到 指高强来云归岛报仇 最后居然是这个结果 连老祖也被灭掉了 那自己这些人留在此处 岂不是能死吗 也不用人招呼 尽谦修仙者就一哄而散了 雷尘不想滥杀无辜 不过让这些人走掉 终究是一个祸患 相信用不了多久 白草门有一位离合 甚至是动轩期的修士流言 就会在整个大荒海域传遍 那种情况 绝不是自己愿意看见的 所谓亮晓非君子 不独不丈夫 既然已经动手 那就不必拖泥带水了 反正这些天火宗的家伙 一看就是写个无恶不作之徒 将他们灭了 根本就是在替天行道来着 既然如此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 雷尘一直向前点去 水烟气聚集 无数水浸冰尸出现在尸心里 下一刻万箭齐发 那些天火宗的修士一个不落 全部被打成了斋子 随后火光一闪 他们连魂魄魄一起 全部化为了云烟 黑挥手 一个宗门灰飞烟灭 上官墨云摸了摸额头的汗笛 在对雷尘尊敬的同时 更多了一丝的巨异 而两个女儿的眼睛 确实明亮起来 高手原来是这样的 好威风 好煞气 快意恩仇 修仙者当如是 如果自己可以拜雷尘前辈为师 当然 只是想想而已 听母亲说 这位秦辈是离合 自己两个姐妹 都才踏上修仙之路 连助击都还没有成功呢 双方的查局 简直不可以道理计 那位秦辈 就算是收徒 又怎么可能轮上自己呢 想到这里啊 姐妹俩几乎是同时 叹了口气 心有灵犀 好了 敌人已经歼灭 那林某也要回洞府休息 夫人如果有事 直接给我发唇符就可以 而林玄淡淡地说 她还赶着回去清点宝物 多龙老祖身为洞玄器修仙者 数万年 巧取豪夺 肯定是积累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包括要什么 要好好清点一下才会清楚 对不起 这件事是 这件事是 那件事都